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看大山 在我们生活中呢 身边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所谓的聪明人 无论我们上学,工作 还在社会上玩也好 怎么样也好,你们都会遇到这些 所谓的聪明人 就是一个人经常说,哎呀,他真聪明 从小的时候,你看谁像孩子真聪明 上班也是,你看你真多聪明 八面玲珑的 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人 但是 时间长了,你再回首过去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所谓的聪明人 大多数最后活得都一般 就和期望值 没有期望值那么高 像你上学的时候说,哎呀,你看那海多聪明 哎呦,那聪明了那小孩 但是最后你看考大学的,考考大学的 绝对不是他 工作也是,你看说,哎呀,这点真聪明 八面玲珑的,你看最后升职的 那什么的,也绝对不是他 是不是这个道理 哎,那朋友们就说了,为什么呢 那既然是聪明人,我们都说所谓的 说爱,确实这样人的脑瓜也很够用啊 为什么,他反而就没有大的发展 没有,就咱们就说,没有出息呢 活得最后碌碌无为呢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那咱们今天就来分析分析 那我总结一下啊 第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些聪明人 爱占小便宜 朋友说,是吗 当然是 其实啊,并不是说这些聪明人心眼小 所以说他还占小便宜 不像一些那个某些人啊 就说,呀,这买冲 我这偷了一根冲 我这多拿个算 哎呀,那少给他两毛钱 并不是这种占小便宜 他是哪种呢 因为他的反应快 所以他是不自觉的占了一些便宜 比如说,同样一件事 这个A和B,两个选啊 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聪明人 这两件事,你俩一人拿一个吧 然后聪明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哦,A和四,B不合四 这个老实人,看了半天,都一样 没啥区别啊,哪里都行 聪明人说,那行吧,都一样,我拿一把 哎,他把A拿走 然后呢,这个B回家了 过了半个月了 B看,呀,好像我吃亏了 面料了吧 他其实呢,也不算说 A,这个聪明人爱占小便宜 就说他反应速度太快了 所以说,他在他的生活当中 自然而言呢,就会挑有利于 他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去行事 那个方法去行事 是这个道理吧,都懂吧 那他自然而言形成这个习惯之后 就不愿意吃亏 那自然就是爱占便宜了嘛 那你这种爱占便宜的结果 就会你的人际关系很疏远 人家都知道 慢慢就都知道你爱占便宜了 这个小时候呢,一分钟你们就赚明白了 我再笨,我回家一个月,我也赚明白了 那么,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 谁怎么样,这个事该怎么样 我也能弄明白 我只不过是听你们明白的晚一点 那你们说你们对我不好那些人 你们老耍小出门那些人 你们觉得 我还能和你们处好朋友吗 我还能和你们真心对你们吗 他这番话给我们说的很无语啊 他气一琢磨是不是这回事 是的,这个社会上所谓的笨人 所谓的傻人有几个 就是那种慢一点 就是说你聪明你稍微快一点 你笨你稍微慢一点 就是同样一件事啊 我拍拿我一看 两眼,明白 那边哪 哎呀,看一天,哎呀,明白了 但是他也会明白 最后就一回头 你骗我 是不是 那你说他长时间 能所有的笨人证都知道你聪明 所有人和你出事都要小心 因为你太聪明了 因为你要选择的东西都是对你有利的 假如我刚才比那例子放两个东西 这个人本来是挺笨的,挺老实 我也不知道选哪个 但一看聪明人选A他就说 哎呦,我也选A 因为你太聪明了 你选A肯定有选A的理由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聪明人第一个问题 会到他 会对他造成影响 第二点 聪明人的大忌 你要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什么 嘴太快 你记住啊 只要说所谓的聪明人嘴抖好死 就无论到哪 你就听他 一人多也是一人少也是 他就整个他就是中心事 他能在 说能把死人说活了吧 这个算夸张一点 但是确实能 讲出来一大堆大道理来 都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呢 他 有理 那就不用说了 那他有理了 那他不得跟你 说得你生了什么似的 但他没礼 没礼 没礼也能变三分 没礼才能给你讲出礼来 那好多都是有些人就说 有些老实人就说 说你看本来我有礼的事 跟他一讲 最后好像我全错了 怎么我错了呢 他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 好像我是我错了 整天我还给他道了个歉 他回家躺着 躺了一个礼拜了 不对呀 我没错呀 还是和我第一个说的道理 嘴太快了 嘴太直了 第一个是你讲理 你这个东西太能讲了 没礼也不承认 第二个是吧 你嘴快之后你会得罪人 因为你脏着自己嘴快 脏着自己你会干什么 损人也好啊 斗人也好啊 忍不住的 你嘴一块忍不住的 就没有事 感觉你觉得 可能说我觉得 哎呀我就是嘴快 你看你嘴说不过我啊 我多厉害 我说你笨 我说你懒 我说你馋 我说你大笨 你那边 气死你 你还挺高兴 但是你这种做快 绝对是非常非常得罪人的 可能自己不觉得 可能你还是沾沾自喜 觉得我多牛 我多能耐 看他们要说的 哑口无言 是的 他们斗嘴 斗不过你 但是 臣妾心来 用心眼动你 不一定就斗不过你 因为你不要觉得你是聪明人 你也就是所谓的聪明人 你不是那种大智慧的人 当然有大智慧的人呢 都不会表达出这样的 我说的那种都叫所谓的聪明人 没有道理吧 嗯 好了 那咱再说第三点 刚才说两点了 第三点 聪明人还有一点什么 不够努力 所有的这种 咱们有的叫所谓的聪明人 也有地方叫什么 小聪明人 就这种人都不够努力 就没有 就可以说上进心不足吧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上学 老师讲课了 老师一讲 一讲三句 我懂了 全明白 简单了 老师再往下讲的时候 刚刚和你玩了 老师一堂课讲完了 其实我就听三句三句 我觉得我都懂了 不听了 这玩太简单了 但是呢 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 你毕竟 听不了了 你有些人说了 你看那个人 啥也不学 哎呦 不学还真好 这人就扯大 那就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你只是表面上看他没学了 其实他回家也好 怎么样 他在努力 他背后的努力 背后付出的汗水 你只是没看到吧 我跟你讲 我说这种什么呢 觉得自己聪明 我真不学 当你不学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想学成坏的一抬头 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没听过 我怎么不懂呢 而且聪明人话是什么 当时一旦不懂了 他奔向别人说 哎呦 我得努力追上啊 有些老实人 或者所谓的笨人啊 死去又不追上他 什么了七八糟的 不学了 为什么 我觉得不学这个 我该看别的 我为什么非得学这个呢 不学了 什么玩的 什么了七八糟的 不学了 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问题 他觉得你们讲的有问题 东西是吧 工作也是一样 领导一讲 这个该怎么做我们这个计划怎么实行 他就聪明人 明白了 就这么回事 懂了 哎呀 就按这个方式走出来 他觉得他的想法就是对的 冲突无有限 结果当他一犯错误了他就说 哎你们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咱们又是我错了呢 因为他太聪明了 反应太快了 等你听了五句就不爱听了 其实以后头还有五十句呢 没有综合去听 大部分聪明人都是这样的 你去看吧 很多聪明都是 一不管你说什么 啊知道了知道了 我懂了 哎呀 爱打着别人吗 你没说完他说 我懂了 我知道了 啥我他都知道 但这个人确实也快反应 因为你真的说几句 他就知道你的大概意思 但是他很难去理解 真正的内涵 他只是知道一个大概意思了 他和他的猜信 按他大概意思去做 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 你让他做圆满了 那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他根本就没懂圆满 他根本就没听圆满 你怎么样能做圆满呢 他只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那这种时候 贺言的老是人 踏实实的把他做出了十分 最后的结果是会认同谁呢 一定会认同那个十分的人 你再聪明都没有用 所以这种人大部分都不够努力 第四点 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 没有敬畏之心 什么叫没有敬畏 有人说 还得有敬畏之心 这个敬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太高喊自己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总觉得自己了不得 了不起 总觉得自己老妈太聪明 太高用 什么我都能一眼看透本质 什么我都不在意 就像说 前一天老宋讲过骗局 我讲完了 有些人就说 哎呀 这种骗局 我一眼就能看透它 我就不会上当 哎呀 那一说那个 哎呀 这种骗局 我跟你讲我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还能上当呢 你不怎么还能上当吗 哎呀 这笨呐 你不贪能上当 哎 他们说 在他们心目中就什么呢 我是不会上当 你们会上当的人都是笨的 你们犯什么错误了 哎 你们都是笨 你们怎么样 你们都是笨 我是不会犯那种错误的 我是不会被骗的 骗的 我是不会 就连犯罪都一样 犯罪他都会觉得 你们都要警察抓的都是笨的 我犯罪绝对不会让警察抓的 明白这道理吗 他就总觉得 我比你们都高 我的智商太高了 我什么都没问题 还有 要你要说有人会骗他 他就会什么样 一骗嘴 骗我 哼 哎呀 骗我那时候还没出声呢 其实呢 他买个菜可能都被骗 买俩茄子回家一看烂的 我去烂茄子 跟他说得很好了 他说那茄子也好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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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咱们咱们咱们 回家一看烂的 本来就卖十块 一看他来了 十五亿斤便宜了 熬吃饭了 他只是 他只是很多时候 因为他太自信了 所以他对被骗成的 不知道罢了 那你想 当一个人没有敬畏之心 不觉得害怕 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 那真正有能耐 有本事厉害的人 就是 别说你没有成绩 就算你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时候 你也会被这猫和厉害的人 一下就给吞死了 你就回归屏 你刚刚发迹一点 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挺牛的 更不把谁放在眼里了 你知道多少人 盯着你这份 多少人设计什么拳条 让你往里转 你还觉得我挺聪明 我就来吧 结果你就 一下就给你打下了 但是 打完了之后 你可能还不认为是你的问题 你可能说 怎么是我的问题呢 这个我运气太不好了 绝对不是 我的问题 我不会被骗的 就是我运气 怎么怎么样 大多数聪明人都这样 所以 以上几点 就是 所谓的我们的聪明人 最后活的都很一般 没有什么 太大的长进 反而那些我们说的 老是 那些那什么人 结果都 勤勤勾勾勾的人 最后成绩都很好 结果都很好 那朋友们说的 说老是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聪明人都不太懂什么的 你怎么总结出来 这些人的没有太好的 都会这样的 都会有这些缺点的 因为吧 自己得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对吧 我说这句话 你们是不是就明白了 一看你们都是聪明人 就明白我说 还说那话也是 哎呀 要怎么老宋怎么会活成 这么平凡的样子呢 就以为 以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 好了 大家就是不管你是聪明人也好 老师也好 笨人也好 踏踏实实的 认清自己 才能有机会 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今天就聊到这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的视频 小朋友们关注老宋 关注聪明人 哈哈哈 拜拜